民北某训练场 一场装甲车战斗射击考核正在进行 青州联党员车组密切配合 率先对目标发起冲击 完成精准打击 在新装备 新科目训练中 我们带头学 带头念 带头攻坚克兰 让党员发挥主心股作用 在一次次任务中 激发官兵真先创优热情 青州联诞生于1939年 历经百余场战役战斗 战功卓著 英雄辈出 在1945年8月的青州攻坚战中 连队仅用时23分钟便手登城墙 为部队完成工程任务立下战功 后被授予青州联荣誉称号 敢打硬仗 善打恶仗 永不言苦 永不言败 是连队的老前辈们 传承下来的青州精神 作为新时代的青州联传人 我将继承和发扬连队的光荣传统 不忘初心 拥保本色 让青州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无论是烽火岁月 还是和平年代 党员队伍始终是连队攻坚克南 奋进强军的不解动力 在训练间隙 青州聚社的战士们 正在表演小品 《我是党员 我先上》 这是连队骨干自发组建的文艺小分队 他们把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到自编自演的文艺作品中 让官兵们演在其中 学在其中 目的就是让每名官兵知道 作为一名党员 必须严格要求自身 虚心向身边人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在站位上主动作为 用实际行动查量党员名片 在关键时刻就想 《我是党员 我先上》 去年 一场全要素石兵对抗演练 在西北平原打响 面对恶劣的陌生环境 和敌猛烈的活力打击 连队党员临时编程党员突击车队 兵分多路向高地发起攻击 顺利攻下蓝军火力点 演练的胜利是青州联官兵 奋进强军路上的一个缩影 几十年来 联队党支部 始终将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 伸直官兵血脉化为自决行动 在战斗堡垒的坚强带领下 官兵们积极争先创优 连队先后被评为优秀基层党组织 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军事训练一级连 今年 青州联将再次扛起重任 跟随部队跨区奔赴朱日和演兵场 参加红蓝对抗演习 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一个党员能否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首要取决于理想信念是否坚定 我们要在党的旗帜下不断助劳军魂 把坚决听党指挥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 不断提高打赢能力